在娱乐圈当中有一些能够驾驭很多不同角色的演员会被大家称作变色龙 无论是什么类型的角色演员都能够很好地驾驭起来 那么这个演员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被称为变色龙的何志愿 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位韩国艺人都非常熟悉了 当初他所出演的《秘密花园》就是非常出色的一部电视剧作品 而何志愿这位演员其实在最开始出道的时候是凭借大尺度片子一炮而红 在韩国艺人当中他同样是凭借脱衣舞而受到了广大的认可 不过何志愿虽然是靠着大尺度而走红的 但他本人的演技还是非常出色的 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一直带来优秀的作品 何志愿是出生在七八年的姑娘 原名叫做田海玲 小时候的何志愿就很活跃 在艺术方面非常有天赋 所以她的家庭也开始不断地将何志愿向着艺术方面进行培养 在高中毕业之后 何志愿就考入了韩国大学中的戏剧系进行学习 在学习期间 何志愿也开始对于自己之后的发展道路做出了一些规划 在当时一年多的时间中 何志愿基本每天都要和导演见面 为自己之后的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 她一直在不断地努力 因此在一年之后正式地被导演看中 从而出演自己的作品《学校2》 凭借这部作品 让何志愿正式地进入了演艺圈当中 但是何志愿在出道开始的时候 便走上了大尺度之路 2000年的时候 何志愿正式出演了《真实的游戏》 在这部作品里面 何志愿有着很大尺度的戏份 出演了一位遭遇强暴的女学生 凭借自己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 何志愿成功地获得当时大中奖的 最佳新人 从而正式地在娱乐圈 有了一些的名气之后 何志愿又凭借《青迷不画鸡》 获得了青龙奖的最佳女配 凭借《秘密花园》这部作品 获得了百想艺术大赏 以及MBC演技大赏中的新人奖项 可以说何志愿在早期出道的时候 就有着非常出色的成绩 不过对于何志愿来说 似乎大尺度的作品 才是让何志愿不断提高 自己知名度的作品 在《凶宙》这部作品里面 更是贡献出了全裸的表演 不过在这部作品中 何志愿饰演的是女士的角色 在2002年的时候 何志愿又出演了 让自己获得众多关注的 一部大尺度的作品《色及时空》 《色及时空》不仅仅是一部 单纯的大尺度电影 影片不止向观众展现了爱与情 还真实刻画了青春荷尔蒙的《萌动》 凭借这部作品 让何志愿夺得了网络人气奖之后 就正式地开启了何志愿在娱乐圈发展的高光时刻 虽然在刚出道的几年时间里 何志愿一直都被称为一托成名的艺人 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理会过这些事情 而是不断地用自己的实力证明自己 在2004年的时候 何志愿和赵英成等人合作了《巴厘岛的故事》 这部作品在其播出后 成功地获得了当时韩国TNS中最高收视率 并且何志愿所饰演的李水晶这个角色 也成为了他在脱离大尺度的作品之后 最具有代表性的角色之一 何志愿获得了当时白响艺术大赏中的最优秀女演员奖 在韩流中正式的成名 可以说在何志愿之后的发展生涯里 基本上每一部作品都能够让他夺得一些奖项 比如凭借刑事让何志愿获得了人气明星奖 凭借海云台这部作品 获得了白响艺术大赏中的最佳女主等等 并且在何志愿的这些作品里面 基本上很少出现相同类型的角色 每一部新作品中何志愿都会出现全新的角色 在这些角色当中何志愿都能够很好的诠释他们的特点 让观众感受到耳目一新 正因为如此 所以何志愿才被大家称作了变色龙 在何志愿二十多年的发展生涯里 他为观众们带来的优秀作品数量是非常多的 有着秘密花园这部热播剧 还有其皇后的古装剧类型 每一次在观众看到何志愿出镜的时候 都能够被他所吸引 这便是何志愿本身具有的魅力 在前两年中 何志愿的发展依旧是非常的出色 19年的热播剧《巧克力》 就让何志愿被很多观众所喜爱 不过很多关注何志愿的人都知道 如今何志愿已经43岁了 但是却依旧处于单身的状态当中 所以很多人也非常在意 为什么何志愿如今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一生所爱 那么何志愿到底是为什么单身呢 何志愿在出道之后 她的感情状况就一直备受大家的瞩目 因为何志愿已经成为了寒流当中非常知名的演员 在当初七五后的花旦中 全志愿宋慧桥等人都已经有过自己的婚姻了 唯独何志愿一直都在受到关注 但是却很少爆出自己的一些恋情消息 不过在之前采访当中 何志愿也曾透露过 自己经历过两段感情 但是对于这两段感情 何志愿都没有做出过详细的介绍 因为本身这种事情就是属于自己的私事 不公开的话也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何志愿还是和一些男星传出过绯闻的消息 比如当初拍摄《明明花园》的时候 何志愿就和玄斌两人传出了一些绯闻 不过最终也没有被证实 其实关于何志愿本身的绯闻消息并不是很多 算是属于绯闻绝缘体的一位演员吧 不过关于何志愿 为什么如今43岁的他依旧是单身 同样是有着一些原因存在 因为何志愿在亲情方面颇为不顺 2016年年初 何志愿带着兄们的爸爸就医 原以为是反流性石道研 没想到对方却突然晕倒 没多久就停止心脏跳动 经医生诊断 何志愿的爸爸因心脏衰竭离世 爸爸离世后 何志愿更加珍惜家人 经常陪同母亲到处旅游散心 雅儿不幸还是再次降临了 在父亲离开的两年后 何志愿的弟弟金泰秀去世了 年仅34岁 田泰岁和姐姐一样都从事演员工作 曾出演过《三爱的好日子》 《成军馆绯闻》等作品 医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所以田泰岁一直在接受治疗 已有四年没有进行演艺活动 其实田泰岁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 甚至还讨论过付出 但他最终还是没能挺过去 田泰岁的医生也确实是有些悲催 据说田泰岁因为每天都要面临高压的工作 以及各种网络舆论的影响 所以最终无法接受便离开了人世 得知田泰岁此事后 何志愿立马停止一切工作 亲自担任丧主 为弟弟打理后事 在告别仪式上 何志愿泪流满面 心碎到无法自已 最后何志愿在社交平台上 上传了和自己弟弟的合照 并祝福他来世过的比谁都幸福 被所有人喜爱 一脸失去两位至亲之人 让何志愿彻底的崩溃了 在弟弟离世后 何志愿便开始减缓了自己的工作步伐 尤其是之前他晒出了自己的画作 凌乱的样子 也让很多人开始担忧他的身体 可以说何志愿的情绪状况 其实并不是很好 正因为这些原因 何志愿到如今为止 也没有寻找任何的新恋情 不过何志愿本身是一个乐天派 非常喜欢演戏 所以之后何志愿应该还是会在娱乐圈当中 继续发展下去 不过还是希望 何志愿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爱她的人 毕竟一个人不断地在支撑这些事情 可能并不是很好 希望之后何志愿都能够一直幸福下去吧 何志愿在寒流艺人当中 是最不会让人忘记的一位明星了 因为在她的身上 能够让人感受到 不同于其他女演员的坚强和英气 何志愿在自己发展的道路之上 每一步都是靠着实力而不断地走下去 从最佳女星人到最佳女演员 这一路上何志愿付出了太多 虽然在生活当中 何志愿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幸福 但她依旧是非常的乐观 失去亲人的痛苦 让何志愿受到了很多的冲击 但是在发展的路程之上 何志愿还是能够不断地让自己摆正心态 在她拍摄作品的时候 从来不喜欢用特技 或者剪辑出来的视觉效果 都是亲自上阵完成的一些镜头 所以在观看何志愿的作品的时候 是一种享受 希望之后何志愿能够多出演一些优秀的作品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喜欢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